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志华所带来的最新时事观点评论 李志华观点 天宫不作美暴风雨烈日交加 美国中西部与东部遭严峻的天后威胁 最近一两周因为协助一双儿女搬迁 我与内人疲于奔命 驾车往返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一州与东部纽约州之间 在高速公路与田园末路行驶中深切感受到天气之千变万化 根据美国气象中心的报告 由于遭到强烈风暴与烈日之侵袭 中西部与东部和中太平洋西地区的数百万人面临了天气的严峻威胁 陆续传出了灾情 包括印第安纳州至少发生了两个龙卷风 造成了死伤惨情 而风暴更袭击了田纳西州 阿肯色州 乔治亚州 肯塔基州和密歇根州 造成超过40万人的断电之窘境 风暴预测中心还预告 未来数十日来自中西部的一股气流将向东移动 带来美国东部的大雨和雷暴 而且中大西洋地区将面临增强型的严重天气风险 此外酷热的高压地面也扩大 将有数百万人面临汗流浃背的酷热情况 这当然又是截然不同之风暴景色 我们的地球变了 真的变了一年四季 从飓风 热浪 强震 洪水 寒冰 霜雪 到枯日烈火 分支塌来 造成了一次比一次还要严重的伤亡和损害 那种创剧痛深的 哀奇与刻骨铭心的感受 让我们觉得世界末日似乎已经不远了 无论你气身于地球上的哪一个角落 你都不会再觉得安全 而随着这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 我们再次看到了气候暖化 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 毋庸置疑的是 强烈风暴和极端高温给许多地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使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处于危险之中 这些恶劣的天气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 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无辜的生命被夺去 家园被摧毁 许多人面临着重建和恢复的艰难挑战 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这些极端天气事件 并寻求解决方法 当然这种极端的高温也带来 对人们的身体和健康的威胁 在酷热的高压笼罩下 许多地区的气温飙升 人们面临着中暑脱水和其他与高温相关的健康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采取预防措施 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然而这些极端天气事件提醒我们 气候变化是一个现实且迫切的问题 该州市政府应该加强采取行动 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这需要全球合作共同努力 包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以及改善生态环境的保护 所以我们不能再忽视这些极端天气事件的警示 我们应该知道天宫不作美 是上天对我们地球的警醒 是天宫提醒我们要保护和维护我们的家园 只有通过共同努力 我们才能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我们的环境 并确保我们和未来世代的生活更加安全和可持续 各位朋友就让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独一无二的地球 各位朋友就让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独一无二的地球 和我们的未来共同努力吧